一年一度新北欢乐耶诞城就要在12月3号正式开城 妹妹超习近的巨型投影 这回在试点灯时亮相 超CUE乐高版绿色小精灵 正跟圣诞老公公玩起追逐赛 今年耶诞城首度以乐高为主题 建立去年第一次泥风 这两天正好北部天气转梁 让耶诞城点灯更有feel 透过空拍美景看 今年除了巨型投影 现场共设三大展区 还有广场这根大竹笋 每年这时都会穿上属于他的圣诞堂衣 隔壁还多了新伙伴 乐高圣诞老公公陪伴 今年我们有克服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年有用贴膜的方式 将大楼的一些像有玻璃界面的一些部分 然后进行贴膜 将大楼整个材质的颜色变比较一致 那投影出来的画面的效果的对比跟鲜明度 会比以往的还来得好 除了投影升级主题不同 孩子们能玩的设施也增加 旋转木马 咖啡杯 冒险海盗船到小火车都有 再摊开耶诞城地图 走到战前广场 还有乐高小屋雪景大道 包含货柜市集 当然还有七条高价连通道 变耶诞长廊 人行道也被设计为童话幻灯区 提醒民众出门走走得穿暖和一点 大陆冷气团周二晚间开始影响我们 北部已经从高温24度调到晚间低温15度 周三清晨和晚间只有12到14度 白天顶多15度 包含中南部礼拜三礼拜四也明显转冷 清晨受辐射冷却影响 各位数低温可能再出现 白天高温也只有19到23度 晚间13到18度 一张一路冷到周日清晨 US新闻是孟杰中家南日三区小组新北市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